Hello大家好,我是Candy 今天我来教大家如何把这个旧的桌面换成新的桌面 那大家看到我这个桌面上已经都裂开来了 因为木头比较老了,而且之前没有刷过油漆 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拯救了 那今天我就要把它换一个新的桌面 那下面就让我们开始吧 那我今天视频里会用到的工具有电动螺丝刀 刷纸机,圆锯,钉枪,尺子,一字螺丝刀,锤子 主要是用来翘木板用的,另外还有钉子 当然如果你没有电动工具那也没有关系 用全部手动的工具也是可以的 只是需要多花一点时间 我今天要用打钉子的方法来固定 当然如果你想用螺丝来固定的话 还需要准备螺丝 另外如果你最后希望和我一样需要刷漆的话 还需要准备刷子和油漆 那首先呢我们要先把这个旧的桌面给拆掉 因为这个桌面以前是拿钉子固定的 另外上面还有个别几个螺丝 可能是之前坏了以后有人修过 多打了几个螺丝 那我们先在正面把这几个螺丝卸掉 然后把它翻过来 把后面的螺丝也卸掉 没错,灌查仔细的观众可能已经发现了 我今天不在自己家 我在我父母的房子这边 那这个桌子呢是前两年他们搬过来的时候 上一轮屋主留在这边的 也不知道他用了多少年 总之上面木头有点烂了 有些地方还有点扎手 所以说呢我爸想把这个桌面给换掉 最后钉子的话就直接给它撬开就可以了 用螺丝刀和锤子 从边上一点点的就可以把桌面给撬开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框架给拿下来了 那旧的桌面呢就不要了 接着呢我们要用新的木头 那我们要买的呢还是松木 因为松木比较便宜 然后如果这次全新的状态下就刷上油漆呢 应该是没有这么容易坏的 这个松木是2块4一米 如果买别的好一点的木头 就要六七块钱甚至十多块钱一米 大家可以看到我松木其实已经买来了 我就可以直接开始装了 那安装呢这次我全用钉子 不用螺丝 因为一个是钉子比较便宜 还有一个是钉子打完了以后 痕迹不是那么明显 不需要去填那个洞 看上去会比较漂亮一点 那我们把磨码的板一块块堆过来 先看一下尺寸 没有什么问题呢就直接钉上就可以了 那在安装的过程中呢我发现 买的这些木头呢长度有点不一样 所以说呢我最后还要得切一刀 因为我在桌子两头还要再加一个木条来收编 所以说呢我就先锯了一个木条 然后给它钉在桌子的一头 然后把纵向所有的木条都靠在顶头 那个横的木条上 接着呢我就把纵向的木条 全钉到下面的框架上 那最后这些木条的长度 差了多少就一目了然了 这次安装的时候 我在木头和木头之间 都留了一条缝 这个样子呢当木头变形的时候呢 它就不太容易挤在一起而拱起来 因为在室外用的同时有风黑日晒的 木头变形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我最后一刀把它们都切平就可以了 然后按上这边收编的木条 那桌面的板都定完以后呢 因为原来的框架下面的横梁不够多 我需要在桌子两头再各多加一条横梁 那我需要把桌子给先翻过来 然后把切好尺寸的横梁 塞到框架中 用螺丝在两边固定 然后再把桌子给翻回来 把桌面上的木条定到下面的横梁上 那这样呢就算基本完成了 我用砂纸把桌面稍微打磨一下 因为桌面上多少有不少木刺 然后呢再把桌子的四个角稍微打磨了圆润一点 这样以后不容易扎手 那在上漆之前呢有个概念 我在这里先说一下 就是给室外的木头上漆的时候 一定要正反面都上 不能说只上你看得见的地方 如果只在一面上漆另一面不上的话 那木头更容易变形 上漆的一面跟没有上漆的一面 木头自然的收缩就会不一样 然后木头就会拱起来 所以说呢虽然我反面看不见 但是我在反面也要上漆 那我就要先把桌子给翻过来 在边框和反面都上上我要上的清漆 最后呢再把桌子给翻正 在桌子上面也刷上清漆 好了刷完了 刷上油漆呢这个桌子就可以放更加长的时间 可以保持这个颜色 我刷的是清漆 所以上面的木纹还是看得非常清楚的 看上去也非常漂亮 当然刷得更好的话 你可以在装木头之前把木头的侧边都刷一遍 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 这个桌子反正是随便做一下 能用就行了 只要接着它能用一年到两年的时间 我觉得就值了 另外呢大家看到下面这些脚上的油漆也掉了 下面是白色的油漆 到时候也可以拿白色油漆再稍微刷一下 这个桌子就看着非常新了 那好了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视频有帮助的话 可以在下面帮我点赞支持一下 像这样一个工程 在家里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做的话 一到两个小时就能完成了 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然后你接着用几年这个桌子也没有什么问题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值的 最重要的是也花不了多少钱 如果你对此类视频感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在下面点击订阅 我会定期上传各类汽车和房屋的DIY小视频 来方便大家 那谢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